深毒一分钟,你的健康深毒馆 NSP是一种感染了HIV病毒 而引起了人体免疫系统崩溃的疾病 这一集,深毒菌就介绍一下这种疾病的症状 感染HIV病毒的最初时段大约两周到三个月内 一切不平静的和之前一样 只有少数人会出现那么一丢丢的小反应 发烧、喉嚨痛、皮疹、淋巴结肿大 像极了感冒的症状 而且这个时期是检测不出HIV病毒的 感染三到六个月后 就能够在感染者体内检测出HIV病毒了 但此时的感染者和正常人看着没有任何区别 这个时期会持续两年到二十年不等 等到免疫系统彻底崩溃 一切可怕的症状都冒出来 各种感冒症状频发 眼睛深陷、毛发脱落 皮肤出现大片大片的泡疹 溃烂 全身都是溃烂 身体成了细菌的繁殖基地 这条胳膊还留着浓呢 那条腿又长了个巨大的肿瘤 再看心肺、皮肝肾 一个个比着看谁心衰竭 看完视频的你 不妨转发一下 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 远离艾滋病 深度是个宝 常看身体好